10歲 11歲吧 我第一口酒是我媽教我喝的 而且她就說你喝 你現在喝了 對 去了 要老師 林懷銘老師先 林懷銘就說 我們在課裡面都要穿那個太子 就是緊身的 就是緊身的那種 那個連的身體 看到你身體的線條 我才知道你動作做得對不對 於是我和劉長浩 另外一個胖子 到中華路買了兩套 然後呢 我們就開始上課 第一天就進去 走進去這樣 我們兩個就這樣 肉從旁邊這樣擠出來 然後發現所有其他舞蹈戲 都穿得鬆鬆垮 然後林懷銘老師走進來 看到我們兩個穿著這樣子 歌仔戲不是要 還要配合身段什麼的 還好我們那時候有學一點點 那個國劇動作 國劇生薑 那念白呢 動作出來就不是問題 OK 重點還是在語言講 念白就是把它當作音樂唱 就是這樣子 我把它當作一條歌在手裡 念得很標準耶 口音很好耶 我們三個到底憑什麼 說人家口音好不好 我們剛剛那段都快聽不懂了 我們是有品味的 OK 不會講但你可以品評 我要來問母女的問題 嚇我一跳 欸 這個體型 因為我有媽媽的問題 因為妳說母女的時候 講得太小聲 我以為是母乳的問題 對啊 想說為什麼要問這個情侶 那不是說她沒懷孕嗎 對啊 真的要動 妳會想要動哪裡 如果沒有危機喔 真的要動 梭胸吧 哇塞 這太令人憤怒了吧 好激怒 好激怒 我也想啊 那醫生說她不做復逼 太過分了 媽媽有給妳性教育嗎 當然有啊 她自己講得很開心耶 幾歲的時候啊 哇 她是要 只要是看到什麼電影 有接吻 有床戲的 其實一般媽媽都是什麼 把小孩眼睛遮起來 會很尷尬 沒有 她就說妳看 妳看 妳看這邊 然後她就說 妳看這邊 這個姿勢喔 就是會不舒服的 所以我現在如果觀察好 這個人真的我想要的話 我就會告白 欸 我覺得有點不妙啊 怎麼了 怎麼了 她變聰明了 變聰明 變聰明了 變聰明的初女座就有點難了 蛤 變聰明也不行 那還是妳乾脆就奉勸所有的初女座 就今年就別想了 就是因為我比較高嘛 所以我有時候就是 手跟腳會 跳舞會有點卡 有人說手腳長的 就是跳起來像拉牙 對 而且一方面他們神經傳導會特別慢 是 所以手腳都會聽不到自己的話 這是有科學根據 還是本身傳導就有問題 不是 真的 因為你譬如說一個大動作 我要從左到右 因為我手太長 所以我左到右 我要花比較多的力氣 可是教小人就 真的啦 真的啦 那個弧度比較大 不過這樣講起來好像也不太合理 不然小亮哥應該很會跳舞 對啊